首先各位同学登录进来pythonanyway 接着我们把画面切换到web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可以选择add a new web app 就是可以增加一个新的网页的程式 这时候你可以先按 next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python的web framework 我们选择django或者web to py 或者是flags 我们用flags应该是最简单的 我们就可以选择它的版本 接着它会帮我们建一个网站 它的预设是mysite 如果你要改的话 你可以更改一下它的网址 比如说app 这边有一个预设的档名 这些你都可以做一个修改 然后我们就按 next 好这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网站 那这就是我们的app的网址 那你可以点选一下files 然后你可以找到我们的资料夹 app这个资料夹 然后里面目前只有一个档案 就是flexapp 那你有看好它已经帮我们写好一段的程式 那这是它的程式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 我们点选一下这条蛇 那我们回到web这边 好你可以在这边按右键开启新的网页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站已经顺利的开启了